欢迎收看小高11月17日消息 2024年APAC峰会期间 亚太U30杰出青年领袖榜单 正式揭晓全红禅入选 入选的中国运动员还有 郑、亲文、孙颖莎、陈梦、樊振东、潘展乐、苏毅明 恭喜他们 据悉 亚太U30杰出青年领袖榜单 是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框架内 各经济体评选出的30岁以下创业领袖和行业精英的榜单 该榜单旨在表彰那些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做出独特贡献的青年领袖 他们在创业创新、行业影响、社会贡献等方面 有着非常耀眼的表现 全红禅2018年3月入选广东省跳水队 2020年10月全国跳水冠军赛上 全红禅第一次拿到全国冠军 2021年8月5日 14岁的全红禅以决赛舞跳中 有三跳得满分的佳绩刷新总分记录 夺得东京奥运会跳水比赛 女子单人十米台项目金牌 此后三年来 全红禅继续在国内 国际赛场上取得系列优异成绩 其中包括2021年全运会女子跳水团体 单人十米台项目冠军 2023年杭州亚运会女子单人 双人十米台项目冠军 2024年世锦赛女子单人 双人十米台项目冠军 2024巴黎奥运会女子单人 双人十米台项目冠军 11月13日 在央视节目《五环之约》中 全红禅谈到自己对天赋 胜败成长的理解 当记者问到 是不是感觉自己长大的速度 比同龄人要快很多时 全红禅说 她并不想变得那么成熟稳重 去做不一样的自己 怎么开心怎么来吧 我觉得开心做自己挺好 没有必要去在乎别人的看法 她认为自己的小孩子脾气也挺好的 没有什么负担压力之类的 不仅自己开心 也能给别人带来快乐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我认为没必要去装作 很懂事 很成熟 还不如就这样做我自己 对于外界给她的天才这个称号 全红禅表示 自己有时喜欢 有时候不喜欢 跳得很厉害的时候 可以这样称呼我 跳得菜的时候 请别这样说我 她微笑道 全红禅和双人跳老搭档陈玉希 回国家队一个月后 结束了适应性训练 又进入到专项训练阶段 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们还将继续并肩作战 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展望未来 全红禅说 作为运动员 只要在意 还是有目标 我的目标就是做好自己 让别人都会夸 这小姑娘不错啊 我还能夸 我还能夸 我还能夸